2014年3月,叙利亚曾经通过新宪版,规定叙利亚总统任期27年,不得领任超两届,而当时叙利亚正处于战乱状态,所以,阿萨德继续担任总统。 根据这一条件,以目前的叙利亚国内稳定形势来看,现任的阿萨德总统,将在下一阶任期,直接失去候选人资格。 叙利亚总统的人选,对未来叙利亚的和平走势,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,也决定着叙利亚未来是否能够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,呼尔德人的认同。 北部的叛军也有可能会因为新的总统而放弃与政府军的对立,因为一直以来,几只最顽固的反对派提出的和平条件,是现任总统下台,其他都好谈。 此前外部有人猜测,现任总统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,有可能会接任总统职位。 马赫尔是叙利亚老阿萨德总统的第四子,在长子缺世后,曾经一度被立为接班人,但最后,老阿萨德还是选择了自己更加重的第二个儿子。 马赫尔昨天战以来,对叙利亚的局势有着很大的影响,叙利亚的情报机构,一直以来都是由他掌握,是能够控制住政府的实力派人物,现任总统的重要支柱。 而且马赫尔多年来的一直以来,掌握着叙利亚王牌军队第四章假释,从实际情况上看,叙利亚内部很难有人能够在威望和实力上超过他。 不过,如果是马赫尔担任叙利亚总统,恐怕很难解决目前的叙利亚危机。 如果在下届总统大选之前,不能够取得反对派的谅解。 现在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割据北方,已经不可能实现武力解决了。 而且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埃及、沙特等国,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来说,阿萨的家族继续指掌叙利亚,只是化糖不换肉而已,叙利亚正在遭受的制裁,也不可能会得到妥善解决。 2019年1月19日,原本已经准备为叙利亚边境,提供重建帮助的黎巴勒政府,接到美国方面的通知,禁止任何为叙利亚提供的重建援助,黎巴勒当天就宣布了取消援助计划。 而且,对于叙利亚下届总统人选来说,影响最大的实际上还是俄罗斯的态度。 2015年份俄军出现在叙利亚之前,大马士隔一度被叛军包围,总统都差点被活捉,俄军到达之后,顺利解除了叙政府的危机,稳定了政权。 但是俄军也从此几乎掌握了叙政府的命脉,包括与土耳其商谈放弃进攻与得力部分问题上,以及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上,俄方都全权代表了叙利亚政府。 所以,叙利亚下届总统的人选,必然是俄军中一之人,而目前符合这一系列条件的人,只有叙利亚老虎部队的苏海尔哈桑。 苏海尔哈桑,2019年1月以来,俄军多次派遣大比特中兵前往叙利亚前线,对老虎部队的指挥官哈桑将军实施全面保护。 当然,外界也有传言是为防止老虎部队叛变,这显然是无稽之谈。 在土耳其的推动下,叙利亚议会选举极有可能会。 在2019年完成,届时新宪党和新总统都可能随之出现。 由于在未来150人的议会,中俄、伊朗、土耳其三国控制势力,分别占据50席,所以选出一个非阿法的家族,而又能够得到了伊朗伊邦的实业派势力热可的候选人非常重要。 哈桑将军,显然是叙利亚复合条件的唯一依然,但这也让他处于来自叙利亚内外的威胁中,和特种部队的保护也就在情理中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